我倒 我試著倒過來看 什麼啦 什麼啦 眼睛 不要嚇我 鼻子 嘴巴 頭髮 手 請注意 這是在車玻璃上面拍到的 注意你什麼 觀眾朋友 你去想那個畫面 那個泰國人看到什麼 他先看到滑 頭髮滑下來 然後臉在鏡頭 在玻璃上面 所以他想滑 那到底 平 自己是這樣 哇 我們第一天就遇到這個東西 我都怎麼錄 我們還是要去見白龍王嘛 我覺得為什麼很多人說白龍王 這個非常遠近馳名 我一去 因為我括號是括號1號嘛 因為跟白龍王已經很熟很熟 因為已經是他的弟子了 那去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問我說 他拿那個佛城嘛說 你今天這次有什麼任務啊 我說 失功 失功 因為這次我們跟新聞部來 所以想要拍一些比較特殊的畫面 拍到了吧 我說有 但是還要繼續拍 他說喔 你這次喔 會遇到三件事情喔 我說啊 哪三件啊 第一件 你們想拍的都會拍到 等一下就看得到 白天耶 那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們團裡面 有一個人從台灣帶東西來喔 我說是帶那個 他說 他講了一句詩 他說 無心插柳柳成印啊 有心災花他當然要發 我就問旁邊那個師兄什麼意思 他說 想要專心拍 不小心碰鬼都碰到鬼 你要專心拍鬼你還碰不到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第三件事情呢 你回去有好事情喔 我說好是什麼 你會連開兩個電視節目 我說我開 對 製作跟主持 他剛剛不是說 你白天就會遇到 是白天拍的 白龍王廟 這個是我 對不對 但是請看我手遮住的這一塊 這是什麼呢 這個人不是我們的團員耶 我跟大家保證 這張超片絕對沒有合成 請看這邊是紅色 到這邊竟然變綠色 還有 你覺得他是誰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現在還不能理他 好 那我那時候一心一念 只想一件事情 我們能不能 我能不能趕快 趕快離開 我們就 我們就 就回國就好了好不好 好 那最後就回國了嘛 我們到機場了 到機場的時候 那我是買商務艙 我們商務艙不是有VIP 可以休息嗎 位置都滿的 有個空位 沒有人坐 我覺得很奇怪 就想要過去坐啊 結果那個地埔說 請阿哥 不要坐那位置啊 我說為什麼 真的不能坐那位置啊 我說為什麼 你要想知道嗎 那我把影片給你 你回台灣再講好了 因為後來才知道 這個是 蘇帆那部機場嘛 蘇帆那部機場 其實大家知道 這個機場蓋了40年 為什麼蓋40年蓋不成 因為它是墳場改建的 當時蓋的時候呢 就有這個 當地的地培被上升 叫名爺嘛 然後拍的時候呢 有兩個工人 甚至呢 撞到電線桿死掉 然後路程拍得非常不順 你看 當時有90位高僧做加持 那拍到什麼呢 他說 他說 只要坐那個位置的人 他喝的咖啡 永遠煮不熟 咖啡裡面 會喝到海苔跟海帶 而且坐的那個位置 永遠冷氣最冷 我說為什麼 他說 請阿哥 請你回去看 因為這個畫面 我們自己人看都害怕 他們是V8拍到的 拍到什麼呢 這個是 V8拍到的嘛 它是拍到一隻狗 但是你注意看喔 這是咖啡的那個地方 有頭髮嗎 有看到一個人 頭髮嗎 手嗎 腳有沒有看到 頭髮手腳 我這是立體的 他的畫面是怎麼樣 他畫面是這樣 這張條片 這是放咖啡壺嘛 我看到是動態的V吧 它是這樣 因為人在合咖啡 它是這樣爬爬爬 爬到天花板上面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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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 沾咖啡嘛 然後對人推氣 我的媽呀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不知道大家知不記得 前陣子有一部電影叫 《鬼機 No.8》 它就是講說 因為有一個 空服員跟機長不輪戀 在飛機上面呢 他仰藥自盡 但並沒有死 並沒有死之後 那個機員發現 就跟機長講說 你可不可以把他折返回來 不行 他堅持飛到 飛到原的基地 飛到基地之後呢 然後那個眼睛奄奄一喜了嘛 就把他送到VIP室 只倒了一杯咖啡給他 等急救 請急救 他們就外面去找那個急救團隊嘛 回來的時候 他就在上面那個角落 撒嬌死他 那講到這裡 我就覺得說 哇塞 那整個事情都很震撼 還沒完 好 因為好像時間到了 但是我可以把它講完嗎 好 可以 把它講完 你看我手已經被他捏到 打血管都不用用 我剛剛不是說 白龍王講三件事情 我也覺得很冷 第一件事情一定會拍到嘛 第二件事情他說 我剛剛已經遮住了 多力為什麼再講一遍呢 我剛剛漏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說 我還有一個好朋友 會在 我不知道什麼好朋友嘛 那我們是4月20號 到24號的旅遊 我在4月22號 接到簡訊 台灣人簡訊說 我有一個粉絲 是7年的粉絲 往生了 那他的告別式是 公祭是在28號 28號那天 我跟王彩樺 有做了一個桃園的公益活動 我根本沒想去啊 因為我們的公益活動 9點開始在桃園 他的公祭是在苗栗 來不及的 一定來不及的 結果呢 這個 這個粉絲其實長得很漂亮 他的外號叫傻妹 然後呢 我認識他7年 一直都沒有見過面 一直到三年前他就跟我說 他本來要結婚了 我要幫他去主持嘛 他說他不要結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得了癌症 那三年前我就跟他見了面 在台中的 中華醫藥大學的複社醫院 見他的時候已經變這樣 就是跟他合照 然後那時候已經化療了 化療之後 那我記得他講了一句 我到現在都很刻骨迷心的話 他說 邢大哥 如果有一天 我走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你可以送我 我說你不要在那邊開玩笑 你一定會好的 後來的確有好轉 因為這是我們後援會 我個人後援會辦的活動 他在這裡 你看頭髮已經長出來 就是變得比較開心了 可是 我覺得他竟然選擇了 選擇了在 我去泰國這段時間過世了 然後呢 公寄時間又是在我辦活動的時候 我怎麼去呢 來不及 結果我就想說 那我PO篇文章 我的心情PO在臉書上面 算是個紀文嘛 PO臉書發生 我PO臉書 我PO了十次都PO不上去 照片PO了十張也PO不上去 可是網友通通看到 就是如果我怕我口碎無憑 我把當天的那個臉書交談 都留下來了 他說 你現在照片留言 你沒有看到嗎 你PO了十幾次了 這是網友問我的 我說根本沒照片 我怎麼辦 他說 因為我在你相本看到了 那我說 他竟然現在在我的朋友線上 你知道臉書上面有朋友 可以交談嗎 他說他排第四個 你自己看 我拍下來了 他往生的怎麼上線 第四個 傻妹 然後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我太敏感 會不會是他家人用他的帳號上網 然後 第二天我就打電話 因為是 我是 我是26號PO的 27號 打電話給他弟弟 我說 大弟大弟啊 你姐姐 昨天 為什麼帳戶會上線 你有上線 他說 我其他哥哥是這樣 我姐往生之前說 他很想看到你 那 他說 前面 第七天才有火化 這七天我們都做了一件事情 我說做了什麼 我們在十一點半的時候 都會把他的手機 充滿電 放在靈堂上面 讓他使用 你昨天幾點上線的 我說十一點四十 就是他說 他們在靈堂首頁的時候 十一點多的時候 手機就開始響起來 就會有動作 你也比較小聲 嚇死 可是我說我真的趕不到 他說 不然你跟製作單位講 就那麼懸 王彩樺剛好時間會延遲一個小時 就我變成我可以去參加工技 然後我就 第一時間走進去 跟他 就是見到他本人 然後再出來 我就感觸很深 我就跟我助理說 今天去泰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事情 在回來的路上 我的手機簡訊收到了 我真的開了兩個節目 一個就是 一個談話節目 一個旅遊節目 竟然跟白龍王講的三個 通通實現 這是為了證明我講的是真的 這是節目的 那個定妝照 通通完成了 你就直接留在魏綿哲寶座 因為我們四個女生 到最後也已經放空了 不是 他今天有備而來 所以他下次應該沒有東西要講了 不用再來了 暫且不用再來 這個不用再來 胡孝晨也不用再來 張友華也不用再來 對吧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一定要做善事 半夜敲門心目睛 謝謝各位 謝謝